Rik 麻煩你啦 剛剛鄭傑幫我們介紹了這個Rift的一個外觀 那其實我們今天介紹的是MPV的車型 那MPV的車型 平常心講它為了受限這個 它的一個空間的一個運用 所以它就在外型上面 平常心講會稍微幫助一點點 但是難道這個內裝就必須也一樣要平鋪直速嗎 其實沒有 可是我覺得其實Rift它 就是說它跟同級的來比的話 它的收容其實幾乎是你感受不到 對 尤其是在Pachio這個品牌上面 造型是比較特別的 對 你可以在內裝方面 你就覺得別的品牌我們不敢說 但是在Pachio新世代的內裝裡面 它是用所謂的iCopy的設計語彙 所以你會發現它的駕駛座的介面 其實是以駕駛者為導向 像中空產這邊其實是偏向駕駛者的 那再來就是坐姿其實是 比較高坐姿的 所以你的這個大全面的擋風 對玻璃其實非常的寬 所以你可以那個駕駛的視野就非常好 非常好 開起來視野就非常好 再來呢它這個小盤鏡的這個方向盤 其實我是覺得這是一個 可救車系內裝一個非常大的重點 對 因為一般我們就是方向盤是 從方向盤上半部這邊去看到儀表板 那其實不是 它因為這個盤鏡是比較小的 所以我們是從方向盤這個上緣的部分 去看到這個儀表板 你會覺得這個儀表板看起來好像 那種懸浮式的感覺 這是在駕駛就車系的時候呢 其實雖然駕駛者可能需要稍微習慣一下 但是你會覺得整體的操駕感受 好像會因為這種小盤鏡的方向盤 讓你覺得感覺那個駕駛的一個氛圍 還是那種運動感好像稍微強烈的 而且它會讓你轉向啊 你會覺得更靈活 對 為什麼有些賽車 他們其實這種場車 他們都做很小盤幅 對方上盤就是在這裡 是是是 然後它也搭載這個8吋的觸控螢幕 它的功能也是非常多 你可以看到一些車輛的一些功能 包含了現在以RIFT來講 它也是搭載了非常全面的AIDAS的系統 包含了ACC啊 車道偏離 主動煞車等等 都是可以在裡面進行一個設置的 然後包含了一些多媒體的運用 Apple CarPlay什麼 都是可以在這邊進行設置的 對 然後下面也有所謂QI的無線充電 然後而且車上有非常非常多的 這個置物空間 駕駛座左邊這邊其實就有一個 置背架 一標板正前方 其實這邊有一個置背架 那也有一個喔 對 然後像車門的旁邊 也都還有非常寬闊的 非常寬闊的那種置物空間 對 你也可以把你的notebook放在側門的地方 對 是可以的 因為它的深度其實是夠的 對 然後還有喔 在我們的中控台的下方這邊 其實還有隱藏的這種置物空間 你只要把這個拉鍊這樣打開 有沒有 非常非常深的置物空間 好深喔 感覺你可以放一個小垃圾桶還是什麼的 都可以把它放在這邊 我們常說那個就是車子 就是我們第二個家嘛 家裡都是很需要收納空間 在這裡也是都可以看得到 感覺Rift就可以當成一個 第二個家的那種感覺 是啊 所以以前做真的鋪層上面很精彩 你看包括連它的排檔桿 對 它也是用旋鈕式的 那這個排檔桿其實是 新世代的EAT8的這個變速箱 它這是一樣 這是我們用旋鈕式的進行排檔動作嘛 然後再來下面有一個M字 這個是手排模式 你按了之後呢 你就可以回到方向盤上面 用這個方向盤後面的這個 加減的一個 換檔撥片進行換檔 這個是我覺得 在這種MPV的車型上面 比較少看到這種換檔撥片 熱血MPV 你還是可以找回到一點 熱血爸爸的那種氛圍 一些駕馭的感受 其實它在鋪層上面 包括什麼咖啡色跟黑色的 這種顏色的堆疊 它會讓它的質感提升更多 就比較不會有那種 嚴重的那種塑料感嘛 對所以其實像剛剛關於 一開始有講說 你在RIFT上面 你覺得那種商用的氣息很少 幾乎找不到 我覺得沒有錯 因為在新世代這種 Pajure的iCopy 這種駕駛介面的設計 不管在一些細部的材質上面 置物空間上面 還有設計質感上面 你都可以看到它其實是一部 還蠻宜家宜室的車型 對宜室宜家 沒錯好 謝謝Rick帶我們來看Rifter 好 觀眾朋友我想說 如果說以在這個價格帶裡面 大家可能會想到一件事情 它的入門價是109萬 可是很多人可能會說 它是不是會對上KT Maxi 或者是福特的旅玩家 可是因為這兩碗車都會 商用氣息稍微多一些些 但是我們剛剛有講到Rifter 它的設計 多功能就像是一個SUV一樣 我們把這個市場上面 跟它差不多價格帶的另外一款 Volkswagen的Toron抓出來 因為它入門價也是109萬 到底這兩款車 有什麼樣的差異性呢 沒錯 其實我們談論到Rifter 它的定位 它的車格 它的設計的風格 確實在市場上 你很難去找到 它一個同級的對手 那當然以這種 鄉型的MPV來說 可能100出頭萬的價位帶 台灣市場確實有一些選擇 可能大家會想到 最近有一些討論度的福特旅玩家 或者是剛剛開始 預接單的福斯的Caddy 不過我覺得那個的對手 比較偏向它的雙身車Berlingo 畢竟是一個長軸七人座的車型 以Rifter它的尺碼來說 我相信比較多人會 第一個聯想到的可能是福斯的Toron 這台車其實它從15年就上市到現在 算是時間比較久 以福斯的產品線來說 也算是比較舊的車型 不過在去年年底的時候 有換了新的動力 1.5升的汽油渦輪增壓 不過Rifter用的是 1.5升的柴油渦輪增壓 搭配8速的自排 也有手排可以做選擇 所以在動力的基礎上 就不太一樣 那當然Toron搭配的是 7速的DSG變速箱 那所以呢 因此在油耗的部分 當然柴油有它先天的優勢 再來1公升可以跑到 大概20公里左右 這是一個非常非常棒 很節能的數字 當然Toron也不錯 15公里左右 那我覺得在它的使用的機能上面 Toron它是一個三排做的設計 雖然它不是那種所謂的正氣人 第三排可能還是比較適合 嬌小一點的朋友 或者是小朋友來乘坐 不過我覺得它的規劃 以它這種有限的車身尺碼來說 已經算還不錯了 那同時新年式也配上一些 像iQ Drive這些功能 不過是在比較高階一點的車型上面 那Rifter我覺得它比較難以取代 是它的設計的風格 那些天窗上面那個置物造型 還有車內非常多的設計的 置物巧思啦 旋鈕式的排檔等等 這些都是可能德國車 日文車不太會見到的東西 那我相信買這個車的人 多半應該也是會衝著這些 很有獨特的元素而來 所以在這些戰力的基礎比較上面 我覺得大家參考就好 因為畢竟它的動力結構 它的設計的出發點 還有這麼獨特的 五人座的鄉車的形式 都當然是戶外生活 非常棒的一個選擇 但是就是以實用性的基礎來說 我相信它也不會讓你失望 真的 因為近期 鄉市的MPV還蠻多選擇 有很多新同學加入 尤其是像最近 剛在台灣展開預接單的 Volkswagen的KT-MAX 它到底有哪些改款的亮點呢 沒有錯 官員 其實在新世代改款的KT-MAX 其實確實是有非常多亮點 值得大家參考 你會覺得以前的KT-MAX 可能大家會把它跟商旅車稍微 聯想在一起 但是其實這次呢 大改款的KT-MAX 它其實是用新世代的 NQB的教室底盤 那所謂教室的底盤 就是代表說它的一個操控 就不會像以往的MPV那種 比較跟轎車底盤的操控感受 有一點脫節的感覺 那後懸吊其實是用圈狀彈簧 加上扭力量 所以它操控操控起來的駕馭感受呢 其實也有一定的一個水準 並不會太差的 然後再來是新世代的設計語彙 也KT-MAX 它也導向了 比如說LED的頭燈 然後新世代的保感設計 也就是大面積的LED尾燈等等 這都是比較科技化的一些 配備的一個展現 那再來內裝部分呢 也一樣是導入新世代的設計 包含非常大尺寸的 中控的儀表等等 以實用性考量來講 它現在在第二排 以及第三排的這個 空調的出風口 其實都有配置的 所以它以 它這個KT-MAX 它是用所謂的 正七人座這個設定 二三二的這個座位的設定 它可以造就非常非常大的 一個靈活空間的配置 包括它的第二排 ND300空間 都是可以進行一個座椅的傾倒 還有平放的 所以它最大最大的一個 載重置物的空間 竟然可以到達3100多公升 非常非常的大 你可以從第二排開始把它傾倒 甚至第三排的傾倒 甚至你想要 個別的傾倒等等 都可以做一個非常適合的運用 不管你要載人 或者是載物等等 在新世代的KT-MAX 都有非常非常棒的一個使用的 空間機能可以供大家使用 那目前以國內預售價 大概是128萬起 它的初期的動力會以1.5升的 這個渦輪增壓引擎 以及2.0升的TDI 柴油引擎來進行一個導入 其實以這兩個動力級距來講 我相信都是國內的一個消費級距 消費者其實都非常熟悉的這個稅負級距 那它的變速箱也是用 改用這種線傳式的 雙離合器的這個變速系統 所以不管在燃油經濟性上面 還有這個新世代的引擎科技上面 其實我覺得KT-MAX在 這個七人座的MPV這個市場上面 不管是商用或者是家用 它在這個市場裡面 應該都是一個蠻鮮明的定位 也非常具有競爭力